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Viva經理模式 上一集已經預告來到德國杯的半決賽,我們的對手是科龍 也可以看看另外那邊的比賽已經是踢了 阿編來比賽3比2擊敗了多蒙特 其實有很多朋友已經忘記了 之前那幾集,沒錯我們是經常輸球的 但是看看,應該是我們入場踢的第二場比賽是3比0擊敗了阿編來比賽 換言之,這個賽季我們兩次交手是不敗的,一勝一平 所以的話,如果我們入到決賽,我是很有把握的 這場球我已經準備好了,上一場已經進行了輪返 來了,馬上動它 好了,來到現場看看這個進級歷程,本身以為我們的籤運都比較好 看看科龍更加好,兩回合的對手都是很弱的 接下來看看科龍的手法,老實實 熟悉的球員我只有3個 一個是13號美雅,小黑04的舊將 一個是門將薛拿,還有剃寶直的道士山道士 他就踢過巴塞 其他球員,我真的不熟 好了,剛剛開球,我們已經控制著球拳了 這場球的話,我剛才忘記set了 一開球我已經教了4-3-3 雙中場 如果你踢科龍,還踢雙後腰? 沒有必要吧 這場球的話,我們的實力應該是強過對手 好,這邊給了乾沙利斯的射門 其實乾沙利斯的食虎腳是左腳 所以這個球是比較順,但是右腳的效果就一般 接著就看到科龍這邊的門將薛拿開龍門球 基本上這場球的過程就是這樣 科龍很難組織到進攻出來 踢了10分鐘,我已經感覺到 跟平時我們入場踢強隊是有很大的不同 看看這邊,我們的進攻 乾沙利斯給到了維蘭典奴 留意到禁區裡面有人走位 塞達,後端給到了乾沙利斯 哎呀,一下射的話,角度就大一點 再大的話,門將就出擊了 看看科龍這邊的進攻 真的很難可以組織出來 是真的有差距的 接著我們這邊,又有進攻的機會 乾沙利斯看到德士達走位 直塞,同樣 跟門將的距離都是比較近 雖然說這場球的實力是佔優的 但是我又發現一件事 波龍這邊的防守又不是那麼容易打得穿的 這邊拆到進去禁區 但是還是差一點 以前我們入場踢強隊打反擊的,即是有反擊的機會 但是這場球對著波龍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個球給到羅馬尼奧巴勒的時機又差一點 他又拿著那個球,最後的射門 有人是擋到的 但是波龍這邊確實實力是比較差的 這邊解圍又出現了問題 但是總是覺得 趙來趙去這塊肉都吞不下的 總是覺得很難趙這樣 給到射達的 Brandon Williams 慢慢來 乾沙尼斯 看到射達的走位 也是差一點 上半場都踢了三十幾分鐘 還是沒有入球 這邊的進攻給了乾沙尼斯 有想過給中間的 但是也沒有什麼選擇 射門也是被門將擋出 啊!還玩火的 確實電腦很喜歡玩火的 這個球都被傳了出來 但是你看看波龍這次進攻 傳一下傳一下 還在中場的位置 這次來到前場了 這邊給了前方安達神 過了一個 但是實力有限 基本上這場就是這樣的過程 所以上半場是沒有入球 接著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這邊的進攻 乾沙尼斯 全球被人擋到的 波龍這邊的進攻 其實也沒有什麼人 閉蘭典套正確地預判了他們的全球 接著直身被了乾沙尼斯 後端還給了德士 唉!很舒服的 這個球 劇了四十九分鐘 終於是入球 真的不容易 有時候你看到這些球隊 反而你的內心有點暖暖的 你明明覺得自己可以輕鬆搞定別人 結果踢了半場都搞不定 幸好 下半場一出來就入球 這個球呢 乾沙尼斯的後端打得很漂亮 德士亞來到這個位置也是很冷靜的 剩下的時間應該就比較輕鬆了 領先之後呢 都是繼續進攻 一個球的話 始終都是不保險的 這個球橫傳 想找乾沙尼斯 但是門將薛拿出擊 接著這次的進攻 找到了乾沙尼斯 給到拆入禁區 巴勒 但是被他們的後衛擋出 然後這次給到乾沙尼斯 也都是過不了門將薛拿的 薛拿的話 都入選過德國國家隊 而且我記得以前 FM裡面 他都是妖人來的 這個的話 我還是比較有印象的 咦! 肩膀都穿了毛啊 這場球的話 他就踢得不錯的 好了 這邊呢 國球的機會 開個短的 給到羅馬尼奧巴勒 帶回到中間 給到赤達 赤達 給到Brandon Williams 然後呢 給到中間的赤達 慢慢來 不急的 巴勒 轉不到身 好問題 給到費蘭典奴 給到邊路的寶蓮 好了 看到中間有點空 給到赤達 然後看到乾沙尼斯的走位 這次的話 又是找回他的吃虎腳 左腳 這次就沒有問題了 看回這個球的慢鏡 突然之間 科龍 防守 出現了一些問題 中間這裡是有點空的 其實真的 簽下了乾沙尼斯之後 好像突然之間 我們的進攻 就有底氣 那我們這個賽季 沒有什麼budget的情況下 他都算是大牌引緩的 還踏上了球員 好像是踏上了賓特納 都算是交到貨 接法里的時間 都是收著踏 大局已定 肯定不希望有球員受傷 最後還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跟著的話 裁判就出現了原場的哨星 2比0 是擊排了科龍 成功了 進入德國杯的決賽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其實都不用說太多 按著來組裝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話 進攻端還可以踢得好一點 其實的話是有很多機會 最後就進了兩個球 你都看到科龍這邊 完全是給不了威脅給我們 這場球的話 就不用說太過解讀了 乾沙尼斯的話 是9點2分 全場最佳 好了 2比0 贏了科龍 入德國杯決賽 想不到還有好消息 見到多蒙特這邊 是1280萬 布加梅斯達菲的 喂 你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死對頭 居然做這麼好的事 那沒問題 我們來聊聊 梅斯達菲 我們賣了整季都賣不出的球員 剛剛續約 多蒙特居然要買他 完全沒問題 那其實1280萬 都夠了 OK 這樣吧 我的話 都不會割你整頸血的 那1650萬 不是太高 梅斯達菲 29歲 還很年輕 對了 這個價錢真的很便宜 六天過後 我們就收到消息 梅斯達菲 將會主呼槍開始的時候 加盟多蒙特 那我就希望 以後的路爾區打比 就可以見到梅斯達菲的身影 我就很期望見到他的身影 那看回呢 剛才是模擬了一場聯賽 是3-0 擊敗了比納費爾德 那現在的話 我們是排名第10 是38分 已經是脫離了這個降班的危險 那現在的話 就舒服了 專心備戰 得過敗決賽 就OK了 好啦 那接著的話 我是模擬到5月15號 那聯賽的收官節 我們會在客場 對著和夫斯堡 那之前呢 還模擬了兩場的聯賽 一場是打和的 一場是輸了 那當然 現在的話 結果已經是不重要了 我們已經是成功補組了 那看上去這場球 好像都沒有踢的必要 但是呢 我會決定入場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有些球員來說 這場球可能是最後一次出場了 那首先的話 就要致敬一下球隊裡面的 公分老將亨特拿亞 雖然說 總評跌得很厲害 但是呢 這位老將呢 就是不離不棄 有情有義的 這場球 他踢手法的 其他的話呢 都上些替補了 基比斯懷特的話呢 可能也是最後一次為球隊出場了 德國杯決賽 他有沒有粉踢呢 好難說啊 中場的話呢 就不離不棄 上這個Ludy 然後兩個中堅 梅斯達菲和比比 很有可能也是最後一次出場了 左閘上這個巴基爾 換帳的話呢 就上這個舒伯特 好似就換到七七八八 OK啦 那就開始這場的比賽了 希望亨特拿亞呢 有入球 好了 來到現場了 看看和夫斯堡這邊的手法 比較熟悉的球員 當然就是右閘的麥巴布 以及中場的阿諾 阿諾的話呢 以前玩FM很多豪門都會買他 他確實是妖人 麥巴布就不用說了 很多Beaver的玩家都會用他 然後看保證 還看到William 這個賽季 我們租借過來的球員 當然現在就回到和夫斯堡了 好了 比賽就開始了 同樣了 剛才又是不記得set 我已經教了4-3-3 其實下個賽季呢 我都會踢4-3-3 雙中場了 因為球隊的實力呢 就是有上升的 好了 這邊的話呢 成功是攔低了球 給亨特拿雅 回傳了 給到後面的Rudy 然後給到瑟達 其實這場球的話呢 我就看著亨特拿雅 一直會留意他的走位 給亨特拿雅 給亨特拿雅 這個時候再給亨特拿雅 各位觀眾 完美的開局 第四分鐘而已 亨特拿雅就取得了入球 這個球真的很少見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教了這個設置之後呢 很難可以打到撞長2-1的配合 因為電腦回防的速度 轉身的速度是很快的 幸好這個球是把握了機會 開場4分鐘而已 已經完成了目標了 領先之後呢 我還希望亨特拿雅可以再入球 但是呢進攻擺完踢得一般的 這邊呢 黃夫斯堡也有一次機會 接著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巴基爾打算打進去中間 然後給了邊路的巴路 巴路給了中間的基比斯懷特 射門 被黃夫斯堡的後衛擋到 巴路的話呢 是替堡出場 接著黃夫斯堡這邊呢 就出現了一個失誤 佩蘭典奴 給了基比斯懷特 我都是看著亨特拿雅 拿球然後打算爆入禁區 對啦 裁判是出了犯規的 但是不是12碼 剛剛好在禁區線外邊 任意球我就交給亨特拿雅來主罰 說真的 很少有射任意球的機會 而且呢 我都不是任意球專家 這個波想著整個落葉球 聚下來那種 誰知道是歪了的 確實啦 我都沒有什麼機會射任意球 而且我覺得這個設置 電腦都不會輕易犯規的 接著和夫斯堡這邊的龍門球 卡斯迪斯亞一個大腳 來到中場的 米蘭卓克頂比莫列特 莫列特給了斯拉格 第一時間的直塞給了菲利 來到金區 輕輕一跳 整個過程真的很流暢 快準狠 大概就10秒多一點 這個波真是好球 好球 這個直塞就很漂亮了 比比的話 這個賽季應該是最後一個賽季了 轉身的速度確實很慢 這場球我們上了替寶門將的舒伯特 其實看得出它跟Runner是有差距的 雖然Runner總評都不高 但是他出擊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我們之後要買門將的話 都要留意出擊的速度這方面 比分被人追評之後 其實我的目標還是一樣的 我還是希望匡特拿亞 可以進入多些波 比分的話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次的進攻又出現了失誤 和夫斯堡這邊的進攻 給到了菲利 來到禁區 他禁了門將出擊 幸好菲利這邊選擇了全球 當然最後這個假位好像也有些問題 基比斯華拿球 看到亨特拿亞走位 給到了他 第一下都有些速度 但是繼續帶的話 就不夠電腦快 當然亨特拿亞這個球都很盡力 然後來到第77分鐘 和夫斯堡這邊有一個角球的機會 撐出去之後 還是他們控制球拳的兩下傳遞 就來到禁區了 第78分鐘 和夫斯堡是反超了比分的 這個波就太快了 都來不及反應 第一點的解圍不算遠 然後和夫斯堡這兩下 全球的速度確實很快 最後菲利就射了一個近角 這個波也是射得很漂亮的 比和夫斯堡反超之後 其實我還是希望 亨特拿亞可以入球 但是這個進攻又出現了15 和夫斯堡這邊的進攻 很明顯可以看到我開始操 特別是這個波 比比是完全搶不到的 當然是我的問題 最後10-20分鐘 確實是踢得比較頑 進攻端就創造不到機會 搞到防守端就比較燥 確實的 現在都踢到80分鐘又多了 那亨特拿亞的體力 應該都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本身年紀是上了 他的速度不是那麼快 即是不可以跟乾沙利斯比 見到有些走位確實是跑不出來 只不過這個時間我們還是繼續進攻 繼續想找亨特拿亞 但確實是創造不到任何機會 這邊的財盤是出現了原場的哨星 最後1-3 輸了給和夫斯堡 雖然是輸了 但目標也達到了 亨特拿亞有入球 最後再看看這場球的數據 其實我們的控球率都高達6成 一直希望幫亨特拿亞創造機會 但他年紀確實上了 能力也有下滑 這個確實是事實 有一個入球我算是比較高興 這場球他的評分是7.9分 都算是這樣 真的盡力了 最後再看多眼 這個賽季德甲的積分榜 霸仁是冠軍 領先第二的多蒙特有8分 即是剛開始的時候 是多蒙特領先 後來就被霸仁反超 第3是無信加魄 第4是未來比石 第6是何分咸 我們是排名第11 不知道11算不算中游 不知道董事會滿不滿意 因為德甲就18隊 11 勉強都算是中游 降班的球隊是科隆 和緬恩斯 比勒費爾德要打附加賽 然後再看德甲的射手榜 夏蘭特是24個 射手王的利雲杜夫斯基是第二名 何分咸的薛斯龍是第三名 我們的球員 乾沙利斯都有13個球 德士蘭有10個球 助攻榜方面 利雲杜夫斯基和夏蘭特都有9個 嘩 即是利雲杜夫斯基和夏蘭特 又要在射手榜上競爭 又要在助攻榜上競爭 德士蘭有8個助攻 射達也有8個助攻 這個表現確實OK 德國杯的決戰開始之前 不如我們解決一下買斷的問題 有些球員我們就肯定要買斷 其中包括羅馬尼奧巴魯 他現在的新價已經來到1250萬 我們買斷的金馬只需要770萬 不用說話 立即磅水 這項還是超級賺的 馬上來傾合約 他的經紀人說是一個替波角色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五年的合約也沒有問題 看到他現在的周身真的比較低 沒有解決條款 他的經紀人就開出這樣的要求 15500的周身 15萬的簽紙費 出場費可不可以不要 其他東西的話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周身說真的 都比較低 就這樣 他就希望加一點 加到17500 其實都沒有問題 完全OK 17500的周身也不是太高 買斷了羅馬尼奧巴魯之後 我們的轉會預算就剩下1400萬 新支預算是剩下10萬 本身我就想著買斷圖案接比 但這邊應該是出了一個Bug 沒有了買斷的選項 其實是有買斷金額的 850萬 那就沒辦法了 接下來了 三個球員 寶蓮奧 基比斯懷特 以及尼爾遜 我會選擇寶蓮奧 因為後面這兩位球員的總平衡比較低 說不定下個賽季還可以再次租借 那就買斷寶蓮奧了 1300萬的買斷費用 也沒有問題 馬上來傾入藥 他目前的身價已經超過了買斷費用 角色 都是給個替補 跟巴奧一樣 他都是覺得沒有問題 合同 5年 完全沒有問題 比較年輕 76元的總平 也都是沒有問題 3700萬的解約費 當然是不行 他都是比較年輕 接著就人工 人工的話 現在是42000的周身 這樣 你只有76元總平 42000好像就貴了一點 降低一點 降到3萬 3萬 然後你簽約獎勵 我給你10萬 你在尼華股訊 出場機會沒有那麼多 來到CH04 有更多出場機會 周身低一點 都很正常 你自己想 當然是相多合器 從來都不騙你們 買斷了兩個球員 轉換預算 就剩下100萬 就真的沒有了錢 現在都無意到5月22日 這個賽季最重要的比賽 德國杯的決賽 我們留到下一集再踢 今集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可以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